早前Corsair推出了全新的藍牙鍵盤K63 為了針對客廳打機而設的LabBot 作為當中一個核心的Dark Core藍牙滑鼠就未同步推出 來到4月,我們終於可以一試這隻滑鼠了 Corsair Dark Core RGB分別有兩個版本 共通點都是支援2.4G以及藍牙無線功能 可以做到客廳用藍牙,主機用2.4G 作為一隻無線滑鼠當然是內置電池 適合用就可以自稱用到一天 除了4個RGB的燈區亦可以用到16小時 136g的重量算是適中 考慮到要在LabBot上用都可以理解 充電部份當然可以利用提供Micro USB線來充電 外形相,Dark Core是屬於大手型的右手人體工學滑鼠 掌握式操作同時有模組化功能 可以將右手的握位更換成紙托 而為了防畫、掌心以及無紙托位 改用了凹凸面設計 整體手感舒服 規格方面,6件設計配上DPI增減鍵 16000dpi光學感應器可以設定3段速度 同時有LED燈的提示 4、5件中間有戴上Sniper鍵 速度可以隨意設定 而滑鼠中間更有Profile鍵設門 可以對應不同的環境 所有的案件亦可以透過軟件做修改 除了改制及設定巨集 當然就不少RGB 燈光四驅可以做基本RGB及基本特效 一個跟K63一樣 BlueTone的模式不可以任何設定 只可以使用內置的建議看看儲存 最後就說一下DarkCore兩個版本的分別 當中貴多70元的SE版本主要是加入了QI的功能 QI就常用於手機充電上 所以如果家裡本身有QI充電器 就可以不用接收MicroUSB線充電 另外Corsair為了針對這個賣點 也推出了一塊提供QI滑鼠墊 這塊MM1000的右上角就是一個QI充電位 平時打機時可以放部手機充電 而Corsair也理解到不是每部手機有QI 所以就提供了一個QI的無線充電轉折 當大家打完一日機後 就可以將滑鼠放在上面做充電 就可以完全利用整個QI功能 不過就要留意幾點 滑鼠墊用了磨砂表面 另外滑鼠墊提供了一個USB 3.0延長 設計就預了給大家薄線充電或者安裝接收器 唯一可惜就是沒有像MM800的RGB邊框 最後就做一下總結 Corsair DarkCore RGB是你同時擁有無線和藍牙的功能 當中同時提供QI充電功能版本 以一隻無線滑鼠可以提供總數9個按鍵來說 可以應付不同的工作環境 再加上模組化設計令手機更舒服 唯一較為不好就是左側的按鍵操作不多就手 今次的開箱就來到這裡 如果想繼續收看接下來的開箱 就記得訂閱和按下小鈴鐺 有興趣就like我們的Facebook 想支持我們就按下Stream連結 下次開箱再見 直看